嗨 大家好 歡迎來到束褲3C團 我是阿貴 最近呢 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相信大家應該都看到了 幾乎有九成的人都開始戴口罩 那戴口罩這件事情 在科技技有什麼影響呢? 新版的iPhone 都是用密碼以及Face ID 戴了口罩 Face ID就沒有功能啦 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痛苦 跟我一樣有一個解鎖焦慮 最近有許多網友分享說 其實因為Face ID有學習的功能 經過你長期的戴口罩之後 它就可以開始辨識你戴口罩的臉部啦 根據我們對Face ID的了解呢 它其實就是一個機器學習 那經過你每一次的Face ID去解鎖 那如果失敗之後 輸入密碼 它就會學習你失敗中的一些問題 那進而的改善 達到呢 蘋果講的 不論你是戴眼鏡 留鬍子 或者是你換了髮型 它都可以去解鎖 它不只是平面的掃描 還有深度的掃描 它才能去做一個辨識 等於說其實你整張臉都是它的密碼 口罩是不同的材質 而且它又遮住了幾乎你半個臉 那到底機器學習在這樣的過程中 能不能成功呢 你就要看下去啦 如果有問題 那就不要戴著口罩入Face ID就好 其實我們也有想到這件事情 那我們經過實測之後 我們發現如果你今天戴著口罩 來去做Face ID的設定 它會跟你說你的臉部有太多的阻擋物 必須要移除 很嚴謹 那目前呢 根據網友說的 如果經由Face ID的機器學習 它大約在100次之後呢 臉部如果有戴口罩的話也可以做結束 那各位我今天從早上10點 然後一直測試到下午3點 超過500次的測試之後 目前還沒有成功過 沒錯 所以我們即將在鏡頭面前 再度測試100次 看可不可以成功 那這樣就600次了耶 那這邊也呼籲大家一下 必須要是外科用的醫療級的口罩 那它才是具有武漢肺炎防治的功能 變算兩倍了 看起來像陽明山下至久 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看一下 測試失敗的樣子 就你打開了螢幕 它就會震動一下 然後要求你上滑再解鎖一次 失敗之後就叫你輸入你的密碼啦 經過我們的實測呢 加上剛剛的100次總共600次了 戴著口罩還是不能FaceID 不過我發現它應該真的是有學習能力 因為露著鼻子或者露出上嘴唇 它好像都可以解鎖了 這樣還是不行 解鎖了 它應該是有學習的能力 可能600次還不足以讓它忘記我的鼻子 好啦 我們稍微總結一下 經過我們的實測呢 網路上說的100次 那我們還是成立它6倍 我們做了600次了 目前戴口罩應該還是沒辦法做解鎖 不過它應該是有FaceID的機器學習 因為我們剛剛測試之後咧 它露著鼻子 把你的嘴巴都遮起來的情況下依然可以解鎖 實測到這邊 那也給大家參考 那如果有成功的人可以解鎖的話 歡迎到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也跟我們分享一下 你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 讓它成功的學習 好啦 那還是要呼籲大家一下 因為無患肺炎現在非常的嚴重 那希望大家出門的時候 還是要記得戴口罩 那口罩呢 盡量不要二次使用 喜歡這支影片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是吳 不是我是我是我是 我是吳 已經 已經都忘記我自己是誰 那我們還有科技網站 粉絲專業 IG還有蝦皮賣場 很重要的是 我們最近有新專業一個Telegram 歡迎大家來加我們的Telegram 聊聊天 我是阿貴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 掰掰 可以不要再結束了嗎 很痛苦